再来造写 造写简单 相对纯粹的气象性因素 就到了秋天 凡治病具有干燥收敛清疏特性的外写 为秋季的主气 但你要注意这里要分清 一个是温灶 一个是凉灶 我们先看它的治病特点 灶就干 造性干是益伤精液 这容易理解 几乎不需要绝对 再来造益伤肺 造益伤肺应该是同气相求 肺五行赎金 肺为胶壮 比较麻烦肺为胶壮 其实既不赖寒也不赖热 既不赖湿也不赖照 但是它跟造邪是同类的 或者是同一个气 可能对造邪的耐受性会更低 造益伤肺 干燥 哪里干燥 口 口 鼻 还有呢 腌 还有呢 皮肤 还有呢 眼睛干好像不多 眼睛干是不是内在的多 四季都干了 不是到秋天才干吧 皮肤干还哪里干 大便 你看都是什么系统的 肺开窍于鼻 肺和皮毛 大便干 还有一个 伤了肺 什么表现 肝壳 有时不纯粹肝 比如说它可以是完全的没痰 还有一种表达是肝壳无痰 或痰少而粘 讲到那个痰很少 而且是粘粗度很高 就是一粒这样粗出来 它是灶草 肝壳无痰 痰少而粘 还经常带血湿 不是肺结核 肝壳很容易就带血湿了 为什么你看我们肝壳的时候 那个气流直冲 你少了痰的缓冲 它可能那些毛细血管就破了 气流直冲 毛细血管可能受到压力大之夜就破了 造血泛被子出现在秋天 肺结核要出血 四季都可以 肺结核倒是偏哪一个多的肺阴虚 所以你要搞清楚肺阴虚也会 干咯 无痰 痰少而粘 痰中带血湿 但是伴随症状 四季都有 低热 潮热 五星 凡热 召汗全红那一堆 但是还是强调辩证论 肺结核多建于肺阴虚 但不等于肺结核一定建议虚 尤其现在用了西药的抗脑药 那症状往往不典型 也不等于肺阴虚就是肺阴虚 现在几乎找不到中医的一个症跟西方医学的一个病 完全对应 就算上次我说贫血跟血虚 也最多对上个八九层 其他这个对应率更加紧 比如说你说忧郁症是不是等于肺气郁结 恐怕还不能这样子 因为忧郁症的诊断要求严格的多 你要连续几周出生这种情况 没有缓解等等等等 他要填个亮表 但肝气郁结不用 你今天心情不好 少夫两斜胀胖胖胖的 心情忧郁闷闷不乐 今天就肝气郁结了 明天好了明天就不是了 也不对等 所以你总把中医结核看得很简单的 这个西的病等于中医某个症 中医某个症相信西什么病 那是对中医看法的肤浅看法 哪那么容易 我告诉你 在中医界西医界中西医结核界 最不缺的什么人呢 就是聪明人 假如这么容易早就结核好了 搞了几十年 好 韧照的药物能讲多少 水梨怎么吃 那么伤雪梨跟顿雪梨有什么区别 用法不同 伤雪梨心热伤精 顿雪梨养阴肺 顿这种冰糖 讲到鹿药 这个鹿药的话 这不是用雪梨 用雪梨皮 鹿药是用雪梨皮在这里 可能还有一个意思 以皮走皮 还能讲出什么 百合是可以 百合是养阴的 还能讲什么 麦冬也可以 但是你这个编道是养阴内药物 养阴内药物常用大概是沙森百合 你假如用了什么生地手无地地行不行 那好像我也不能说错 但它毕竟不是阴虚 有点滋力 不见得非常理想 而知音药它最好是用那种轻补 而不是太滋力的那种 比如说有个药 也常用蜂蜜 蜜糖啊 蜂蜜啊 蜂蜜要注意用法 除了蜜蜜 大部分的蜂蜜都是干瓶 那么干瓶看上去很好调和 但是它这个味道不受影响 性味受影响 受什么呢 受水温 假如你用凉水来冲 它有点偏凉 你用温水来冲 它的性味就偏温 你用热水来冲 它就略略添热 所以有的人觉得很奇怪 我为什么吃蜂蜜还吃得上火 有可能用的是热水来冲 那顺便提一下吧 广东那么湿 趋湿的药能讲多少 不凌晨 白族都不是常用的哦 那是药物不是食物哦 蜜蜜 蜜蜜 杀人 这么早看那么多药 后果已经是药了 不是食物 饭下已经都当做药物 很少拿来当做食物 其实有一味食物非常好用 也好吃 荷叶 就是荷 就是荷花的叶 就是荷叶 结属驱失 不是纯粹结属 结属驱失 它有一个生青羊的作用 你看 刚才讲的头 你看一到夏天 我们经常有感觉 头目昏沉 头目昏沉中 讲的是食恶青羊 你看食性重酌 它把它压抑住 荷 荷花是夏天 越热开得越茂盛 它又长在水里面 所以古人说 你越热开得越茂盛 那就抗暑了 还有一个木瓜 但是这个木瓜 你注意啊 食用木瓜 跟药用木瓜不一样 我指的是药用木瓜 那么在广东 你做一保健 大概两样东西吧 你大概出照分类 湿热跟寒湿 寒 假的出现寒湿内的 所谈寒湿内很简单 只有湿的表现 没有寒的表现 就算寒湿 因为湿属阴邪 那么你就或相争去找 假如是湿热 湿中加点热 那就五花茶 我不保证那种盒庄的行不行啊 我指的是凉茶店的五花茶 盒庄那种我只能说喝好过不喝 但是要用价值有多高就知道 因为里面寒 因为里面寒的东西 那个比例啊 浓度怎么样 我自己没喝过 但是假如比较正宗 就是五花茶 下来热血 化色火血 你说这里为什么加个括号 你热就热 火就火 等一下再解释 先看看概念 凡治病具有火热生腾等特性的外邪称为火邪 这里有几个概念要分清 温热火 这几个字在古代应该说 观念上没有很刻意分得很清晰 所以有时候缓在一起 但是理解到把他的用法 习惯用法梳理一下 大概还是有点脉络 温热火程度吧 应该是一种程度 但是没有责言分界 比如说同样一个 你感觉这个人有热相 你说敢温邪也行 你说敢热邪也行 甚至你说敢火邪也没人说你错 习惯用法 这是第一个程度问题 温最轻 火最重 那温为热之见 火为热之急 第二个 热熟邪气 这里有了这么一句的话 假如再跟火来比较 火未必是邪气 怎么说呢 火有两种烧火跟撞火 假如那个火指的是烧火 就是正常阳气 假如指的是撞火 就是阳胜则热 持热的那种火 所以火有正有邪 但是一讲热 就没有说代表阳气的意思 一讲热肯定是定邪 这是第二个不同 下来 就是那个范围 大部分用热的概念的时候 它比较 那个热比较迷散 比如说我发热30多度 38 9度 这个时候一般用热 不用火 而火 往往比较拮据 拮据在哪里呢 拮据在局部 比如我们说上火 因为上火的什么表现呢 烟痛啊 牙痛啊 或是牙齦肿痛啊 或是青春痘啊 都是那种热相 比较集中在局部 很少人说上日 这是用起来的一些细微区别 那就回到这个问题上了 原来叫风寒暑湿造日 但是这样 原来叫风寒暑湿造火 但是一跟刚才这种 现在清晰化的定义 一讲就有点麻烦了 因为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火多油泪伤 热多熟外感 比如说我们经常讲 外感风热 外感湿热 很少说外感风火 外感湿火 是一个习惯 但是古代六淫定称 一般叫风寒暑湿造火 但你这样 这里既然你说的是六淫 外来的 而外来习惯你用热 所以现在标目变成了 风寒暑湿造热 加个括号火 是迁就一下古代的用法 假如你按照 现在准确的六淫定义 应该用热 下来就一个武器化火 武器指的是风寒 鼠湿造 在发病过程中 可以顺着体质 或者是因为治疗 而转化成火 武器指的是其余的武器 就虫化 另外一个 五字化火 讲到情字在这儿 五字是 情字太过 容易往火的方向去 但是这两者不同啊 至少你看出来了 武器化火是外来的 从六淫转过来的 五字 情字是内生的 所以这两种火 有点不同 另外一个 气有余变色火 在气的温序作用的时候 提到过 性质跟治病特别 火为阳 谁不需要解释 在本身火性属阳 急性炎上 急性炎上跟火约炎上一样 那么症状什么表现呢 容易出现上部的热项 你把所有上火的东西 拿出来都行 比如说 口鼻干燥的 来有灼热感 急性的烟痛 牙痛 牙齦痛 或是青春痘 或者是衰腺炎 你能想出的所有上部 急性热症 或者是大多数西医 所讲的急性的炎症 相当比例属于火的犯罪 假如讲壮腑 那么有几个帐 一个是肺 肺位最高 那么肺热怎么表现 咳 糖黄 这里用咳有时不容易分辨含热 糖黄 咽痛 咽喉痛 口干 而肺系统经常还有发热 其他系统发热不多 肺系统可以发热 甚至是高热 新火呢 心烦失眠多梦 然后还有蛇 蛇窗 另外五脏火还有一个肝 肝倒是位置比较低 但是肝主生 肝火一望头晕头脏 面红木刺 烦躁易路 肝精寻心部位 做热感 这种是火性原伤 我不写了 因为这种比较简单 讲阳胜则热的时候讲过 第二个 火一伤精好气 火一伤精容易理解 热性病 伤精的表现常见 口干小便黄大便干 用阴阳学说来解释 阳胜则因病 阴阳对立制约原理 阳多了因就减少 看后面还有一个为什么好气 伤精 伤精为什么好气 精跟气有关 但不叫精气同源 你注意他那个伤精 其实还有一个途径的 除了直截灼伤的那种 口干小便黄大便干 你看发热的人经常出汗 出汗伤精 但你注意汗孔叫气门 出汗太多就好气 出汗有个好处是退热 但你想想热能以什么形式发散 气态 第二个 你发热 虽然衣食很猛烈 但是你消耗的就是热 本身消耗的就是体内热 所以你看发热两天 除了口干小便黄 肯定还有神疲 乏力 烧气 懒 一发热两三天 人很疲倦 好气 清热药 能讲几位 什么银花 菊花 什么 商业 冬 冬瓜里面真漏了 冬瓜刚才是去属丝比较好 薄荷是良性 新良节表 但是很少把它当作纯粹的清热药来用 黄莲 什么 石膏 石膏是露药 平时里用的少 其实平时用的多 还有个下肤草 有个下肠菌 竹叶 这种是随处可以拿得到的 葛根 这种也不难找的 那种 假如我们也知道一些抗病毒的药 板楠根 什么大清叶 这种是清热类的 有的因为那个名字很古怪 也记住了 白花 舌舌 草 这种很容易记 还有抗癌的很多药 什么半支连 半边连 这也是清热类的 你注意看 伤精 好气 吃什么最好的 西洋生 西洋生又补气 又生精 但是你注意 西洋生不是什么都能吃的 西洋生是凉的 寒性的 很多人说我怎么越吃西洋生 越有问题 你本身是寒性体质 所以你可能可以吃一般的人生 一般人生我不管产地哪里 略略偏温 但西洋生是凉的 它是气阴凉补 假如你嫌西洋生贵 那就又要叫太子生 太子生功效也差不多 但是可能价钱便宜一点 功效稍弱一点 然后下来 火热之邪容易生风冻血 这个生风就要注意了 这叫热即生风 表现在什么呢 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伴随症状 高热 神昏 沾雨 沾雨什么意思呢 昏迷状态 还不能纯粹说说胡话 说胡话还要分在中一 说胡话是生高有力 才算沾雨 你假如说说胡话 有点断断续续 低弱无力的那另外的说法 然后牙关紧闭 四肢抽出 还可以是脚攻反章 脚攻反章是那个人抽 抽出的时候 抽到整个背后拢起来 像张弓一样 反正那个背部离床 越高 就等于说那个弧度越大 就越危重 脚攻反章 但所以一般说出现在高热 这种小孩子好像比较多 你看大人感冒发高热 热本来就不多 小孩高热多 还有一个多建议什么病呢 应该说西医所讲的感染性脑病 比如说病毒性脑炎 流行性雨型脑炎 这一类 叫老腹的病变 当然有时候重感冒也会的 比如说病毒性的 有时候重感冒也不排除 这种叫热即生风 那么你注意啊 这不是外风 这种属于内风 因为你是肝阻经有关 中医的解法 热灼肝经 经脉乱缩 这种可能比较快 适用什么 安宫流亡来 但是安宫流亡你注意用法 安宫流亡大概是对付这种症状比较好 高热 神恨占语 而假如以臭为主 是用这一个 死血丹 也是跟安宫流亡差不多的名贵中药 所以你注意回去啊 有点家里 经济状态不错 经常买两盒什么安宫流亡丸 当做正宰之宝 别乱用 你一定是热性病昏迷才能用 很多人把它当做了中风的特效药 不是那么回事 中风中要分的 你是到底昏迷状态是避症还是脱症 脱症千万不能用 避症还要分阴壁阳壁 阳壁才能用阴壁不能用 不是药物越贵重就越好 而这种针灸用针可能效果也不错 比如砸到十个手指尖放血这一类 热即生风什么 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可以说从直接临床看见高热就有风的表现 但是从自然界取向海洋性气候 热到差不多就起风了 热即生风 我们可以说到这一类的东西 我们可以做到最后的东西 我们可以说到这一类的地方 感谢观看